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 曾经在去年6月在华盛顿 共同举行了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年初被通报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 而被送交军事检查机关的 前中央军委的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房峰辉 同样也参加了去年的会议 由于这一中美之间的首轮外交安全对话 发生在中美贸易战之前 那次对话双方表示出了积极友好的态度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两名驻北京的外交执行士透露说 按照原计划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在下个月访华 与中方代表参加新一轮的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但是新的消息显示 这一两国之间的高层交流 在接下来是否会如期成行 目前已成为一个疑问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再次参加新闻时事报